车站里满满的人潮准备搭车 度年春节假期进入尾声 中国民众也赶着返回工作岗位 而这次的假期是解封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各旅游景点也恢复过去人山人海的情况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 今年春节国内的旅游人次是3.08亿人次 比去年成长了23% 来到2019年同期的88% 至于旅游收入则是大约1.69兆台币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三成 超过2019年的73% 其中餐饮业就很有感 为了吸引人潮 中国政府推出了旅游的优惠 例如部分的国家风景区可以免费参观 各地方城市也在春节期间举办相关活动 另一方面与此同时 解封后的人潮大移动 也令外界担心中国的疫情是否会再次大爆发 不过多数中国民众似乎不太担心 人是超多的反正这个春节我觉得现在人已经非常多了 就是没大家心里面好像对这个放开了就是没有太多的对疫情没有太多的一个担心了 有一部分人还是有一点的担心 但大部分人对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 事实上根据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通报 小年夜到初五的期间 有六千多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数量整整比前一周少了一半 住院病例也减少超过一半 不过这样的数字也令人质疑 官方通报的数据 恐怕还是跟实际的感染状况差很大 欢迎新闻徐浩铭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